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分惨烈地落在了极远处的雪地上 震起一大片雪 压碎数十根死草 反显武的胸口一口鲜血温流 然而却依然坚狠地站立着 死死地盯着远处的皇帝陛下 没有人能够在空中无凭无由地飞掠数十丈 即便着了皇帝陛下的王道杀权 那股强大到生不出抵抗之心的巨大力量 也不可能把一个人横着鸡飞数十丈 因为人体是有重量的 毕竟不可能是真的雪花 当年在大东山上 即便是四顾剑被庆帝一拳击飞 四顾剑也是在东山庆庙里像石头一样滚出去 凄惨无比地撞响了那口钟 而谁能像范贤先前一样 在空中飞掠了这么远 真的就像一朵雪花 皇帝冷漠地看了一眼手中捏着的那只关靴 看着靴尖上刺出来的那一截冰冷反光的金属尖 微微皱眉 先前他一拳击在范贤的胸膛上 范贤被击飞的同时 竟还有以命换命的打算 极其阴险地从山下踢出一脚 脚尖便是这截金属尖 上面很明显位置聚毒 皇帝将靴子扔在了雪地中 眯着眼睛看着远方艰难站立着的范贤 说道 小手段是不能做大事的 范贤咳了两声 咳出血来 有些困难地从伊山胸口处 取出一块金刚宝板 扔在脚边的雪地上 说道 但小手段可以救命 金刚宝板上面 已经被击出来一个手印 但很奇妙的是 那并不是皇帝陛下的拳印 而是一只横着的手掌背面的印记 当皇帝的王道一拳 将要轰到范贤胸膛上时 范贤除了从山底 踢出那阴险的一脚外 他的左臂在风雪之中自然滑行 极为神速地落到了自己的身前 护在了要害之前 然而他的大批官散手 哪里是陛下宗师实力 击出的王道一拳的对手呢 被崔枯拉朽一般破开了风势 陛下的拳头压迫着他的手掌 最终还是狠狠地打击在了 他的胸膛之上 所以才会留下了 那个横着的手掌反面印记 胸口处藏着铁板 最后的关头 吊结了小周天里的 天一道真器护住心脉 再加上自己手掌的缓冲 终于让范贤在这样恐怖的 一记拳头下面保住了小命 庆帝范贤父子二人之间的战争 只开始了刹那 便已经分隔数十丈 隔风雪相关 已然分出了胜负 无论范贤准备的再如何充分 可是实力之间巨大的差距 大宗师的神庙 终究不是靠努力便能弥补的 从拔剑的那一刻起 范贤先后用了天一道戒士法门 帝字海棠处的精妙自然剑法 最后宁雪成霜 以夜家大批官之士相送 将这天一道的四剑 合成了帝字四顾剑的绝杀一剑 而最后脚尖的那阴险一踢 胸口的铁板 自然是自小被五诸书锤打 所修炼出来的功夫 范贤赖以成名的小手段 而用来催发这些神妙技艺 融会贯通的基础 自然是范贤体内勤奋修行了二十余年 早已成为他身体一部分的霸道真气 天下有四大宗师 外加一个瞎子 人世间最顶尖的武道 全部在范贤一个人的身上施展出来 这世上也只有范贤 才拥有如此好的运气 可以学到如此多精妙的本事 换个角度讲 也正是死去或离去的强者们 将抵抗庆帝的最后希望 放在了范贤的身上 他才能够今日与皇帝陛下公平一战 然而即便是叙事已久的连环三机 习自大宗师们的无上绝学 可是在皇帝陛下的面前 依然没有讨到任何便宜 从开始到最后 皇帝陛下只是退了一步 伸出两指 轰出一拳 便将范贤达成重伤 这种差距 又岂是苦练冥思所能拉近的呢 九品上强者 在这个天底下已经是极为少见的巅峰人物 以范贤如今的修为 便是满天下也去的 可是面对着一位大宗师 谁也没有想象过九品上强者 有任何越级挑战的可能性 今日风雪中 范贤能够将皇帝陛下逼退一步 并且在陛下一拳之下还能活下来 此事已经足够震惊天下 足够令他自豪了 范贤咳着血脱下另一只官靴 赤裸着双足站在寒冷的雪地中 双眼微眯 眼眸里生出前所未有的豪情与信心 在这种惨败之下显得有些突兀的情绪 并不是因为他逼退了皇帝老子 也不是因为他活了下来 而是因为他平静的内心里 有一种对自我判断的肯定 陛下 已经老了 范贤七日闭关 除了考虑那些心战之事 替自己爱护的人们保存生命之外 范贤想的最多的 便是皇帝陛下如今真实状况的问题 大宗师的境界究竟是怎样的境界 范贤见过叶刘云出手 见过四顾剑 但是此不同比 既然大宗师号称深不可测 那么怎样评估皇帝老子的真实实力呢 好在在东夷城的时候 在四顾剑死之前 这位大宗师曾经和范贤 参详过很久 关于庆帝境界的问题 并且得出了一个虽然有些模糊 却极为接近真实的判断 庆帝修为大成 正是当年北伐时 体内霸道真气超过临界值 一举撕毁了体内所有的经脉 从而成为了一个废人 结果最后竟是不知为何 陛下不仅完好如初 更成为了人世间的第四位大宗师 范贤体内的经脉也爆裂过 只是在海棠朵朵的帮助下 在天一道自然法门的调养下 极为侥幸地修复好了经脉 可是当年陛下究竟是怎样活下来的呢 四顾剑在大东山上与庆帝交过手 他对范贤讲述了自己的判断 如今庆帝的体内 已经没有所谓人类应有的经脉 而整个人的肉身已经变成了一个通窍 真气行于体内毫无任何振癌 无论是出息还是入息 都快到了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而且由于不再有经脉的限制 庆帝体内的霸道真气 可以一直无限度的修炼运积下去 直至一个人类都不敢奢望的境界 大宗师突破境界各有其法 有人凭其与天地亲近之感 有人凭借视天地如无物的冷力心意 而庆帝突破那一层境界 却完全走的不是自问内心的方法 而是强悍的不停地坚实修为 体内的霸道真气运成大海 以量变而成就质变 这便是庆帝最恐怖的实力 也只是凭借着他体内无穷无尽的真气 和异常快速的出息入息法门 当年在大东山上 他才可能一指渡半湖 将体内修炼了数十年的无数真气 在那一指间的风情里 生生送了一半 进入苦和大师的体内 撑破了那具皮囊 感谢观看